台湾统一联盟党主席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两岸统一是历史所趋 台湾人民不应该做美国的棋子 事实表明 两岸和平统一已经指日可待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祖国定能实现统一 那么问题来了 台湾回归祖国后 谁会成为该省省长呢 对此网友随即选出了四位候选人 第一位是台湾著名爱国名嘴邱毅 他不仅是大学教授 还是一位国民党的中央委员 邱毅因为讲课生动有趣 知识渊博 深受学生们的喜爱 2005年因为揭露陈水扁等人的腐败罪行 邱毅获得了爆料大王的称号 多年来他一直坚持两岸和平统一的原则 也随之被众多爱国人士所熟知 在第一段婚姻后 邱毅决心从政 但因为他言辞一向犀利 且敢说真话 很快就成为了对方阵营的眼中钉 为了不影响家人 他只能忍痛割爱 与第二任妻子离婚 再次过起了孤苦伶仃的生活 迄今为止 邱毅依旧在与独立势力做斗争 一直坚信祖国统一才是历史必然 所以无论是从财学还是影响力 以及对两岸统一所做的贡献来看 邱毅都是省长合适的候选人 那除了他之外 另三位又是谁呢 如果两岸统一了 谁会成为台湾省省长 另一位呼声高的则是王炳中 和邱毅相比 他的年龄还是略占优势的 1987年生人的他 出生在一个深绿家庭 尽管如此 王炳中并没有受到家人的影响 他一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支持两岸和平统一 为矫正自己的台湾口音 他从小就在正音班接受培训 还多次参加演讲比赛 从而让自己讲出标准的国语 大学期间 王炳中深受几位作家的影响 不仅喜欢演讲 更擅长创作 而且还对中华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 经过几年的历练 他成为了当地著名时事评论家和诗人 疫情期间 他积极来到大陆接种疫苗 一直坚持和平统一的原则 所以以王炳中在当地的影响力 成为台湾省省长 或许也是有可能的 下一位候选人也是出生在深绿家庭 他是台湾爱国名嘴黄志贤 他曾辍学整整七年 在那个期间 黄志贤深刻的了解到了底层人民的处境 这让他更加坚信 只有两岸和谐统一 台湾人民才能过上好日子 想清楚自己以后的发展方向后 黄志贤来到国外读书 并顺利获得硕士学位 2003年 他开始在当地开展政治评论工作 后又转战社交媒体 通过个人账号 发表时事评论和一些爱国宣言 因为言辞心理 也让他一度成为了独立分子的眼中钉 还曾遭到过对方的报复 更让人无比同情的是 黄志贤因为立场不同 还与家人为敌 差点与作为台南市市长的哥哥 断绝关系 亲情十分紧张 尽管如此 黄志贤依旧坚持自己的立场 始终坚守一个中国的原则 其实除了这位杰出女性之外 被誉为铁娘子的红秀柱 也是台湾省省长的候选人 他出生在1948年 经历过时代变迁 曾多次担任过国民党主席 从小开始 红秀柱的身上就有着一股不服输的精神 尽管家庭条件艰苦 他也从不抱怨 不仅打工赚钱 为母亲减轻负担 学业也没有受到影响 然而就在红秀柱走上政坛 准备大展身手之时 却意外得知自己患上了重病 但幸运的是 因为治疗及时 他顺利做完了手术 而且恢复的还算不错 后来在男性为主导的政坛里 红秀柱凭本事闯出了一片天 并极力维护祖国统一 多次发表爱国言论 为了统一大业 他一生都没有结婚 如今年过七选 还在为两岸和平统一 贡献自己的力量 好了 以上就是网友选出的四位候选人 您觉得谁会当上台湾省省长呢 欢迎留言互动 我们下期再会